美國聯席會議認證拜登後 川普首次發布影片 強調美國必須永遠勝法治國家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推特發文 秀出中華民國軍隊照片 表示美國一向忠實支持 臺灣有人 中共病毒疫情嚴峻 河北石家莊宣布封城 當地民眾上演大逃離 寒流來襲全台極凍 太平山和歡山和陽明山 都降下今年第一場雪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 同期所電影新唐人亞太板街 8點新聞